殺兩天 請問你有沒有出國 有沒有去國外回來 問診仔細 小心翼翼 就怕漏掉疑似MERS病例 它就有個例子 只要發燒的病人來 這TOC其實是例行要打 所以我們一般都會問得很仔細 要檢查的項目就是說 有沒有合適的隔離措施 跟動線的規劃 南韓疫情會失控 當初就是基層醫生沒察覺 有著前車之鑑 疾管署打算派出旗下人手握底 當假病患到診間 對醫生進行壓力測試 現在各大醫療院所 搬出針對傳染病問診的 SOP TOCC 包括旅遊史 職業 接觸史 及群聚狀況 首爾把它列為旅遊警示的第二級 那我們呼籲國人 採取加強的防護措施 拉高對首爾經濟到人川的 旅遊疫情建議提升到第二級警示 呼籲民眾避免到南韓醫院診所 目前南韓疫情截至2號傍晚為止 確診達25例 其中兩人死亡千人隔離 發展超乎預期 警官署也不排除是社區型感染 而且當地首度出現第三波感染病患 指標病例我們是算第一波 那第二波就是有直接跟指標病例 接觸暴露的得病的病患 我們稱為第二波 那像今天這後面這兩例 我們所謂第二波的病患再傳播的 南韓首例520當天確診 MERS的潛伏期有14天 往後推算6月3號則是判斷是否會大規模傳染的關鍵日 本週末南韓要標普50例也不無可能 現在全台已經指定9家隔離醫院 134張服押隔離病床 新北市率先響應防疫 轄內10家醫院也啟動防疫 80床隔離病床N95口罩隔離醫隨時待命 再加上台大等各大醫院 總共有一千多床隔離病床 可供調度 戰戰兢兢就怕病毒跨越國界侵入台灣 要全力阻隔 記者夏軍成林東銘 李佩軒少育敏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D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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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A